新盤持续获市场追捧 抢去部分二手购买力 于刚过去的周六日屯门及粉领两大新盘热卖 加上美国加息压力 二手业主需持续下调叫价才能速成交易 四大地产代理行二手成交中数案周六得升幅42.9%至125% 但分析预期二手业主需扩大以价幅度 才有望速成交易 中原东山角之心区域营业董事赵鸿运表示 减价刺激下太古城八月终于开斋 本周末年六四中买卖成交 天山角中低层置失两房单位 实用面积536平方尺 属为产货物业 今年五月中叫价1100万元 业主有见二手成交淡静 累减145万元以955万元沽出 折均实用尺价17817元 减幅约13% 中原地产周末侧六得十中成交 岸周升42.9%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 新盘接连推售 抢占购买力 加上加息影响 业主唯有面对现实减价 近日陆续有新盘向预客回流二手市场 减价盘不乏承接 相信业主继续扩大以复下 二手交投有望回升 沙田第一城于刚过去周末共六三中成交 美联物业沙田第一城分行首席联直董事黄錦翰表示 减价盘速获承接 屋苑49座低层列室 实用面积约284平方尺 业主原叫价500万元 最终类减至420万元沽出 实用尺价约14789元 原业主于1998年 以195.3万元买入 此外48座高层室 实用面积约284平方尺 业主原以520万元放售 后降价至445万元沽售 实用尺价约15669元 美联于周末陆德十中二手成交 按周升42.9%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 港澳布少明表示 现时楼市熟用家主导 减价盘速获承接 反映刚需未退 为二手业主需持续下调叫价 才可促成交易 二手后市需视乎业主取态 及新盘开价情况 利家各地产总裁廖委强称 个别业主未肯调低放盘叫价 买卖双方陷拉锯局面 令二手屋远交头量仍然维持低位陪回 利家各周末二手成交六得八宗 按周升60% 令一代理香港置业周末六九宗成交 较上周末的四宗升125% 达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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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达本